女排接应位置终有一新人帽间,19岁小将或可入郎平发演,自从女排世界联赛结束之后,主教练郎平便指出了当前女排的多个问题,一船,二船以及蓝网可谓是全方面都存在缺陷,然而与这些问题相比,接应位置的隐患更不容小觑,老将曾春蕾濒临退役,杨芳旭又始终无法找回最佳状态, 唯一能堪当大任的,或许只有龚翔宇,但是她的进攻同样较为疲软,以至于中国女排的,又一进攻火力无法提升,球队屡次陷入一点攻的局面,所以在这种时候,球迷们渴望有接应新人出现,作为主教练的郎导自然也是如此,毕竟之前带上三接应的阵容,发挥效果并不好,杨芳旭几乎就是打酱油的, 因此发觉新人已经势在必行,而近日在国庆女排的名单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,她就是来自广东的19岁小将陈佩妍, 这名球员在近期热身赛中表现极为抢眼,面对福建女排的顽强防守,陈佩妍进步非常明显,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,陈佩妍就曾入选过国家队,由于出众的身体条件,以及力量和速度方面的优势,陈佩妍一度获得郎导的青睐, 在去年集训期间,助力教练包装,就曾手把手调教陈佩妍的遗传能力,毕竟刚刚晋升国家队,大部分新人的遗传基本功都不扎实, 而此次看到的陈佩妍,他在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,无论是力量,还是弹跳高度,亦或是陈佩妍的进攻、能力,他都让人眼前一亮, 再加上陈佩妍先天的左手相优势,和他195厘米的身高,陈佩妍大有赶上龚翔宇的趋势,不过他的比赛经验仍然太少, 而且陈佩妍的技术不够细腻,他还得经过比赛的磨练,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, 当然,陈佩妍已经称得上接应位置的一根好苗子,期待他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